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令人心痛的主题 一气宠物的痛苦现实 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毛茸茸的可爱生物 它们无辜的承受着被一气的痛苦 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这个问题 并找到如何帮助这些无家可归小可怜的方法吧 一气宠物是一个令人心痛的现象 以下是一些可能导致了每一气宠物的常见原因 首先,主人责任感不足 有些人在购买宠物时并未充分考虑到长期的责任和承诺 当他们发现照顾宠物所需的时间 精力和费用超过预期时 它们可能选择一气宠物而不是面对这些挑战 缺乏责任感和对宠物福祉的关注 使得这些无辜的生命成为了被一气的牺牲品 其次,生活变化也是导致了每一气宠物的原因之一 人们的生活可怜为工作变动 家庭变化、搬迁或健康问题而发生改变 这些变化可能使得人们无法再提供适当的照顾和环境给宠物 因而选择一气它们 对于一些人来说 它们可能认为放弃宠物是唯一的选择 而不考虑其他解决方案 如寻找新的家庭或者寻求协助 第三,经济压力也是导致宠物被遗弃的原因之一 食养宠物需要一定的经济能力 包括食物、受益护理、训练和日常生活开支 在经济困难时期 人们可能无法负担这些费用 并选择放弃宠物以减轻经济负担 缺乏适当的资源和支持 使得这些宠物成为了经济压力的受害者 这些宠物被遗弃时 它们失去了依赖的家庭和关爱的照顾者 它们不再有稳定的食物和住所 被碰面临饥饿和寒冷 更重要的是 它们失去了情感连结 无法再感受到主人的爱和关心 这对于这些无辜的生命来说 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折磨 其次 一气宠物的问题对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 街头上的流浪动物不仅对环境造成污染 也可能导致公共卫生问题 它们可能携带疾病并传播给其他动物和人类 此外,这种情况也对社会道德和同理心造成了挑战 反映出一部分人对生命的尊重和责任感的缺失 然而 我们可以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 宣导责任宠物饲养的重要性 人们应该了解到饲养宠物是一项长期承诺 需要提供适当的照顾和爱护 这包括提供食物 水和适当的住所 并定期带宠物去看兽医 此外 我们应该鼓励人们选择领养而不是购买宠物 这样可以帮助那些被遗弃的动物找到医 饲养一只被遗弃的宠物不仅给予他们第二次机会 也可以为自己带来无穷的快乐和陪伴 我们可以支持当地的动物收容所和救援组织 通过领养来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宠物找到永久的家庭 另外 加强宠物饲养教育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们需要提供正确的资讯和培养社会的宠物责任感 这包括教导人们适当的饲养技巧 训练和行为管理 并强调宠物是家庭成人而非可随意弃养的物品 此外 建立更多的收容所和医疗设施也是解决仪器宠物问题的重要一环 这些机构可以提供临时庇护和医疗照顾 同时致力于寻找合适的家庭给予这些宠物一个温暖 安全的家 最后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关怀动物的倡导者 我们可以参与志愿者活动 宣传活动和募捐活动 支持动物福利组织的工作 这样我们可以共同努力 未被遗弃的宠物争取更好的未来 一气宠物的问题是一个需要我们共同关注和努力解决的社会议题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为这些无辜的生命带来关爱和希望 让他们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家 重新获得幸福与快乐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